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宋徽宗召集疯狂搜藏 欲比天下无双 二王羲之书法流传 行书之美传千古 三司马迁受刑后驻史记 千古史家始祖利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宋徽宗召集疯狂搜藏 欲比天下无双 好吧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对艺术品 有助无比狂热的皇帝宋徽宗召集 这位皇帝,啊,他可不是一般的艺术爱好者 他的搜藏狂热程度 简直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他的欲比更是被誉为天下无双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位艺术家皇帝的世界 首先,宋徽宗召集不仅是一位皇帝 更是一位卓越的书画家 他的书法创立了独特的寿晶体 这种书法,瘦长恶挪 就像是一位穿着紧身长裙的舞者 优雅地在纸上翩翩起舞 至于他的画作 更是以精致细腻著称 尤其擅长画鸟 那些鸟儿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 仿佛随时会从纸上飞起 但是,赵基的艺术追求 不仅仅局限于自己创作 他对于艺术品的收藏 可以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 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宫廷艺术机构 汉林画院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画家 为他创作和收藏画作 这个画院不仅是一个艺术创作中心 也是一个艺术教育机构 培养了无数的艺术人才 除此之外 赵基还是一位鉴赏家和收藏家 他的收藏品种类繁多 包括书画 瓷器 玉器 古籍等等 他对于收藏品的品位极高 每一件收藏品都是精挑细选的爵士佳品 据说 他的收藏之丰富 连走廊都堆满了珍宝 让人走路都得小心翼 生怕一不小心就踩到了什么国宝级的艺术品 不过 赵基的收藏狂热 也有一个小小的副作用 国库的空虚 他为了收藏艺术品 不惜花费巨资 甚至不惜增税来满足自己的收藏欲望 这可让他的百姓和朝臣们苦不堪言 但是 谁让他是皇帝呢 谁又敢对他说 不呢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赵基的收藏最终并没有留下多少给后世 因为在他晚年 经过入侵 他被俘虏 他的宝贵收藏品也随之流失 这也许是一个关于收藏的悲剧故事 提醒住我们 再美好的艺术品也抵不过历史的洪流 所以 同学们 当我们今天在博物馆或者艺术展览中 看到那些珍贵的宋代艺术品时 不妨想一想 他们可能曾经是宋徽宗赵基的四人珍藏 不过 别忘了 当你欣赏这些艺术品时 千万别学 他那样疯狂搜藏 否则你的钱包可能会和宋代国库一样 哭泣住便空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王羲之书法流传 行书之美传千古 好的 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的长河 探寻那位被誉为殊胜的王羲之 以及他那行云流水般的行书之美 首先 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这位大家 王羲之生活在东晋时期 那是一个群雄歌剧 文人默克云集的年代 王羲之不仅仅是个官员 更是个书法界的大明星 他的书法 就像是那个时代的iPhone 谁要是能拥有一幅 那简直就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 王羲之最著名的作品 《非蓝亭序》 莫属 这是一篇描写春游艳影的文稿 但它的真正价值 不在于文字内容 而在于那行云流水的书法 据说 王羲之写这篇文章时 是在久后 可能是那种微醺的状态 激发了它的灵感 让它的笔触更加自由奔放 这就好比现代的一些艺术家 可能需要一点液体勇气 才能创作出令人惊叹的作品 蓝亭序的情书 流转自如 既有规矩的秩序 又有跳脱的灵动 它就像是一场优雅的舞蹈 每一个字都在舞台上旋转 跳跃 展现出书法的极致之美 王羲之的新书 不仅仅是书写文字的一种方式 更是一种艺术的表达 一种情感的抒发 不过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王羲之活在今天 他可能会是社交媒体上的超级网红 他的每一次发帖 都会引起无数点赞和转发 书法界的流量担当无疑了 而且 他的书法视频教程 肯定会火遍全网 让无数书法爱好者趋之若鹜 可惜的是 王羲之的原作如今已经不存 我们看到的都是后人临摹的版本 这就像是听一场传说中的爵士演唱会 但只能通过别人的口述来感受 不过 即便如此 王羲之的书法魅力 依然跨越千年 影响着后世无数书法家和爱好者 最后 我们可以说 王羲之的书法 就像是一瓶陈年老酒 越酒远越醇厚 他的行书之美 确实是传千古的艺术瑰宝 而我们 只能在临摹和赞叹中 尽力去体会那个时代的书法大师 如何用一支笔 书写出流传千古的美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司马迁受刑后著史记 千古史家始祖利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古代的 新酸史 司马迁的故事 司马迁 这位大名鼎鼎的汉潮历史学家 他的人生剧本 可以说是比肥皂剧还要精彩 他的主要作品 史记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剧著 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 吴云之 离骚 但是 这位大史学家的人生转折点来的 有点戏剧化 司马迁原本是汉武帝的史官 负责记录和编撰历史 然而 一次因为为李玲辩护 他触怒了汉武帝 结果被判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刑罚 辅刑 也就是阎歌 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其侮辱的刑罚 足以让一个男子 汉身败名裂 家族蒙羞 但是 司马迁没有选择绝望 他选择了用笔作为武器 开始着手编撰 史记 可以想象 当时的司马迁在痛苦和羞辱中 一边治疗伤口 一边埋头苦血 这种精神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文史界的硬汉 史记的价值 在于他首次系统地记录了从皇帝 到汉武帝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 他的体力开创了 寄传体史书的先河 对后世的影响深渊 司马迁在书中不仅记录了帝王将相的事迹 还包括了许多平民百姓的故事 展现了他博大的胸怀和对立史的深刻理解 司马迁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能够创造出闪耀的光芒 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一个道理 彼是有力量的 即使是在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之后 精神的力量仍然可以支撑一个人创造奇迹 所以下次当你觉得人生遇到了坎坷 不妨想想司马迁 他不仅是千古史家的十足 更是人生逆境反击大师的典范 他的故事证明了 即使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 只要有决心 就能够书写自己的历史 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在这个充满艺术和历史的世界里 我们可以从这些故事中学到很多 收藏之爱好 书法之美 坚持不懈的精神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这些故事中 汲取的宝贵经验和启示 我们或许无法成为 像宋徽宗召集那样的疯狂收藏家 但我们可以欣赏和珍惜艺术品的价值 我们也或许无法像王羲之那样 成为书法大师 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追求艺术和美 我们也或许无法像司马迁那样 在逆境中创造奇迹 但我们可以从他的故事中学到坚持不懈的精神 所以让我们一起欣赏艺术 追求美 并勇敢面对逆境 无论是收藏 书法 还是历史的书写 都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让我们更丰富 更充实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这些故事 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